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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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后组之众望 确实怼了咱们下 看看其他人吧 其他人的身份 就是异常之重要的 好 又一个人扑上来了 恐怕要前扑后继了吗 前扑后继要倒下了 这里他没有出逃 就是在防九杀 这个东西都很难讲 你也许防九杀后面就来个决斗火锅 都很难讲 主要是后面人太多了 敌人太多了 好 这边且慢 一个吴国出来 集体抗一波位 他说感谢李点在线发牌 不是 性感李点在线发牌 没打出来 好 又一个又乐住了 又不知道怎么玩了 好 还有没有 你要不要 江州 江州 江州并没有动 只用了一个寒冰剑 好 这个人想去忽悠个装备 没忽悠到 忽悠出个假许来了 好 默默的弃牌过 万箭齐发没有放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想打死咱们的 还是觉得咱们闪多被乐了 无需放 还是怕这个张辽友卖血的 都有可能吧 也可能是无 对不对 还好运气不错 天度了 不天度真的是要炸 爱兵如子 胜乃可全 好 这边拿个白衣狮子 白衣狮子就是血 对不对 白衣狮子就是血 这边远交 看也没啥可看的了 人是铁 范是钢 把能冰住的全冰住 咱们回个血 再开个代劳 目前来看 咱们有五个敌人 有一个人未知 对吧 敌人还是蛮多地 看一刀 戳吧 管他谁是谁呢 爱谁谁 是吧 这年月咱们主要 主要是需要牌 好的这个八号位 也是被打成狗 借刀是有点失败的 应该是借孙权的刀 但是他非常的惧怕理点 不是非常的惧怕理点 非常惧怕假许 其实我有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口误 大家就是能听出来是口误 就不要非要在那抬杠 是不是 什么什么 你不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那个 对不对 这边主事讲的冰凉 还是比较给力的 冰住这个卧龙流山 让你把手牌打空 让你浪 就会想放权 都放权不了 把这边还有boss 还有个boss 好 他们表示你放权吧 然后就说 我不是嘴嘴 不然你们打了半天 我嘴嘴出来收割 当然了 他让你放心 到底是不是这都很难讲 这个等级的会不会骗人 等级高 胜率高的人 可是会骗人的 等级低的就难讲了 是不是 好 这边又是一顿毒打 主事讲表示 性感和观 在线发盘 这边没打死 其他人都是小短手 打不到 这两个兵还是比较关键的 兵主 他们让他们不许动 不许动 就在此地 出来 不出来我怎么睡 他是让这个人掉血的 其他人都没掉血 对不对 这个人不出来 不敢出 当然不敢出了 你看哪个势力都有 出来 对吧 也许人家又转移炮火了 给吓得三张杀 默默的气掉了 不敢动 好的 但是这个人天怒了 冷血苹果 这个人对咱们的打击也是非常重 当然咱们上来对人家的打击也是非常狠 好 这个外键又被他摸到了 上回合被人气了 新牌队被他摸到了 好 放外键 这边张老你该卖血了 看看到底是什么卖血的 什么操屁还行 当然使国家更好了 使国家力量刷国家 对不对 有可能起飞 但是力量刷操屁也有可能起飞 看看是 这就是 刷操屁起飞呢 还是怎么个剧情 不知道 你肯定是没有张角的 有张角 刚才咱们的乐是肯定不可能出来的 他绝对不会让你出来 又两个桃子 排一师子就是桃 刚才不是刚讲过吗 所以就把他们全冰住 只能靠疗神去徐区了 是吗 这边可以去戳一刀 当然他不敢 他不太敢把八号杀掉了吗 我觉得你可以把八杀了 因为他刚才都没有量 你知道吗 他刚才没有量 他要是为他就量了 他没必要再藏了 再藏你不是还得打他吗 好 这边 聊神表示我偷南蛮 你们南蛮不放 可能是聊神偷的 你们藏在手里 你看南蛮一直都没有出 刚才就是有人扔过万剑 放出来一个祝容 这边他救了一下 不让收 不让收 觉得那个人挺像吴的 看你等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镇 能不能把卧龙收掉 比较关键 有聊神控制他们桃子 他们桃子是不是要被炸光 孙权救的话 可能就是怕桃子被偷 以为他被翻了 好的你们桃子没有了 被冰凉被张辽都控制住 那顺利的收掉了卧龙 刀拿过来 好的 这把刀也是用了很久 一个九杀 呼死一个 直接杀这个一再戳八 非常的爽 他们都没有牌 八号脸都没露就被戳死了 这局就是直接刚正面 直接的刚正面 一个吕布张任死于强宝之中 也是惨 他主要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进攻的派 这里他也一直留了个沙 可能还是怕贾雪的乱火 而且那边还有南蛮 在乐柱 在攻 这个聊神这一波大 大输出还是挺猛的 贾雪说别耍了 别耍了 耍得宝宝心肝疼 我都害怕了 你呢 你有没有收割的 你有没有什么收割的将 很无奈 真的就让这两个魏国 这么二打四 把他们收拾了 这是太不服了 但是这几个冰凉 只有一个水了 剩下都冰住了 还是非常的好使 带冰如子 胜乃可全 拿了一把刀 去杀这个谁吧 杀掉这个暗家 只要他不是僵尸就好 有可能又能收掉一个人头 话筒不要 没有 好 下去 不是话筒 又收掉了 好 你看这些人 一个个全都被按死了 他们不敢亮 他敢亮吗 亮个裙 亮个裙 别人心态又要发生变化了 但是你不敢亮 你们就是一群白板 然后被按在地上摩擦 现在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孙权香香要动了 打不死 让他动一会儿 有可能要出事 好 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 香香变得只剩半身 孙权变得这么小 好 还好他手速够快 围了过来 但是突然发现不能睡 那边是个女人 祝容 贼尴尬 主持角真是疯狂的发牌 又放了一发南蛮 又放了一发南蛮 好的 主持角表示直接死 全留遗产给了一个逃避了 自己反正也是死定了 是这个意思吗 挺可言 主持角牺牲自我 当然你还要一个人打三个 真的能打了吗 那看看到底能不能打了 好 这个贾许表示 我还想继续看 你看啥看 你不是也打位了吗 放 好 孙权你还让他放 放罪你有啥好处啊 放罪你有啥好处 你死了 朋友 好 他表示我死了也行 死了你们把位干掉 好 张辽又收了一堆尸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好牌 韩冰剑 看能不能强重点 不能 强重点满伤 满伤的 八卦阵不能被吓 闪之 还是要一打二啊 没办法 其实到三人居的时候 曹丕张辽已经不是什么强将了啊 贾许还藏了个将 但是由于这个魏国的余威还在 所以他们肯定是要干这个魏国啊 没什么毛病 这边马超还会去干曹丕吗 干曹丕 贾许又被翻了 再一偷你就真的死了 死了 哎 说说实话 如果贾许真的藏个话图 把这个马超一卖 贾许就躺赢了 那到底是不是呢 不知道 看看他怎么打 好 这个马超还是找到桃子 回到凉雪 先狗自己吧 顾不了大不多 顺一下再杀一刀 好的 曹丕把这个朱镕翻了 好 这个竟然是个邹使 他好坏啊 他就先故意的想让这个曹丕去翻朱镕 然后还直接乱舞 那你想多了 请你 这下人家朱镕生气了 直接请你尝尝我这五刀的厉害 你还跟我耍心机 直接一刀 他有马超 他是可以杀到这儿了 但是他不愿意杀 你因人家 人家凭什么为你卖命 他表示用你说啊 他潜台词就是 我就是不故意的 别说了 这下一下内讧了 他说你别多逼逼 他跟香香不知道 打过这两个人吵起来了 香香的意思就是 反正我不赢 我不能让这两个魏国 把我们全打赢了 我受不了 你看贾许终于说出来了 说出来内心的话 表示我给你们打工啊 曹丕怎么 刚才到他回合 他不翻回来 翻回来 他能浪费走势装备呢 这下这个朱镕 可能心态会变 这一刀未必会杀曹丕 而且曹丕有牌 他很可能要把贾许剁掉 贾许剁掉 说实话 他当天还是有优势的 对不对 祝容马超 两血 打曹丕一血 这不是全有优势的吗 看一看 到底能不能有优势 我公知 没公众 打个公仔 好 贾许说了 就拿你自己的思维看局面 贾许说 我就拿我自己的思维 我想把他们一锅端了 就故意让他翻祝容的 是吧 好 曹丕运气不错 碰到一个桃子 本来呢 没有生计 在最后的三任局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内心的利益 驱使了某些东西 局面就会发生变化 人心也会发生变化 江州大公仔 笑死我了 江州 我就讲 这个水湖里有个江州 是不是 好 他俩开始骂了 底下台词 就不适合我念了 这个 有爱观章 对吧 咱们就接着看两个人单挑 单挑打的现在好像 诸容砍了半天 没砍弄曹丕 所以马超这个将 有时候就很废 曹丕也回到凉雪 被冰住了 其实这会儿 这个时候胜负 真的是犹未可知 马超这个将 真的 我就不怎么喜欢马超 马超真的是 要你给力的时候 你贼不给力 就看着 能砍中就很赚 就砍不中 这时候曹丕找到了一把 特别屌的刀 这个瓷熊双骨剑 就是这个骂人的孙上香 他老婆 不是他老公用的 全军偷鸡 好 他说江州的打工仔 他又来个名字非主流 这边两个人打热了 那边两个人在说相声 这把刀厉害 这把刀能握牌 你知道吗 这把刀等英姿 这个单挑 对吧 那英姿肯定厉害 这大家都白把 打工仔还不行 还要穷逼 终于砍中了 终于砍中了 还是翻了 草皮其实这翻 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有可能死 他有个酒 怪不得他不虚呢 行 看你两回合之内 能不能回复起来 有这把刺雄剑 其实还挺有机会的 至少能过牌 对不对 刹一刀 调戏出一个过拆 其实可以不着急拆藤甲 你看 为什么 因为他被翻面 你下回合 看如果你能先摸到火刹 你先火刹完了 再拆藤甲 这是一个细节 因为他翻面了 你过拆下回合可以用 结合牌来用 你看现在要不然 祝容已经变成一血了 对不对 你藤甲还可以拆了 当然火刹完了 藤甲还是要拆的 不然你下回合 没法刹 要不然他现在一血了 一血一手牌 你一偷就游戏结束了 这等于间接给了 这个祝容一点机会啊 你看主持久也说了 不该拆腿一轮 对啊 你有没有杀 刚才弃杀了没有 咱们看一看 没太注意啊 你们看吧 好像是没弃杀 是不是 没弃杀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等于看 你能不能摸到杀了 摸到杀就能赢了 摸不到杀 就得人家还有机会 人家说不定 也看看摸个桃 或者摸个五种眼交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单挑 谁也没有强大的过牌能力 还是 这个祝容表示我 我砍了 我不让你偷 这是人家会摸的 你就算刘手里 他也不会偷你的 他手里没啥 终于在血战中死了 江羽 香香也就被骂走了 香香不是对手啊 香香你就不是人家 江州选手的对手 江州变手还是厉害啊 好咱们再看第二局啊 主持久玩家的地道 专杀潇洒 四五区玩家感染他录像 把这里这个各种比较好的组合 太笨 太笨或者金灵马腾 是比较常规的选择啊 当然其他的 也有一些也可以选 看他最终选择什么 选择了太笨组合 太笨组合 无敌于天下 何惧任何人 是不是 其实手把还是不错的 杀陕桃外面 挺好的 看看这边一号位 一号位直接上来就撸咱们 这肯定不是咱们队友了 主持久 也并没有想到有人打他 对吧 这个到正常 没开就没开吧 因为毕竟一号到二号 没想到这个人直接就这么凶 这里就是 他打你 他没亮 你打他一定要亮将打 因为你不亮将打他 你打他 他奔出来的卫国 他就抢手亮了 明白吗 所以你要亮将 你要是打他就亮将 要不然你就不打 要不然你就装怂认怂 就赤鸽桃过 也不是不可以 那倒也可以 你有桃吗 你要是要干他 就一定要亮 以防干出卫国 让他抢了手亮 你就亏了 好 干了他一下 他并没有卖 暂时不知 好 既然亮了 主持久表示 我不开万键 那无所谓了 对不对 我反正都亮了 我是无了 那我就不开 但你说我留着 扔个闪也可以 都可以吧 这边这个人 看了一下 一啃下架 这个就有点扑手迷恋 这有很多种可能 我就不继续 给大家分析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 动脑脑脑筋 不要什么都让 我给你分析 是不是 我其实已经 给你们分析很多了 你也应该学会很多了 好 这边黄元英出来了 你看黄元英的ID 疯 婆子 没有婆 后面那个数字 就是婆的意思 不信你们去查一下 这个什么 什么码 对吧 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神秘代码 好 这个人是卫国 是吧 暴露了 一顿打 好 这个人 这个人开始装了 一号 一号打了别人 开始装了 哦 我不太会玩 开始装无辜了 你装什么无辜啊 一会看看 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了 这边三雪 装了个藤甲 去搞鼠 这是咱们的人吗 有可能 挺大可能 是咱们的人 本来他 这一顿操作是什么 好 这边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了 要不然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搞这个 好 搞出来果然是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跳的还挺凶的吗 还是个奶水 非常的奶 真的要开团吗 能开得起来吗 一发南蛮 好 孟霍 孟霍就厉害了 当然来个下次重一点 就不厉害了 好 这个人会不会是下次重一点的 不知道 哎 你到底是不是胃啊 你这个什么玩意啊 你要不要出来 还是别人卡足条呢 不知道啊 管他呢 谁管他 爱咋咋地吧 好 主持人的时候憋着红沙 准备一会儿 有点嘴他们呢 因为黄园英文被贴了一个勒了 外面只有一个勒 还是真被勒了 那就点背吧 这边拒绝在路 听见没有 就说你们呢 你们现在看视频这些人 就说你们呢 知道不 这边人 这边那个人默默吃了个桃 换了掏了把刀 然后呢 思考啥呢 你朋友 这个乐还真在他手里 他毕竟还不是吴国 那这只能晾尿回血了 没办法 被乐了 你总不能去赌天度吧 那就就有点亏了 那也没办法 没辙 这留牌留的有问题 留大点 可能他被乐了一下 懵逼了 我猜是啊 我感觉他有点懵逼 人还是要冷静了 不管在任何时候 还是要冷静 不要懵逼 好 看看这个疯婆子 这边在统一刀 就是三号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好 这边红沙也来是咱们 那你随便吧 我反正红沙不是很怕 是不是 这边香香被贴了一个冰凉 行吧 看有没有机会添度吧 哇 添度了还不错 运气不错 哇 鲁大师还是周瑜 周瑜 鲁大师 可以 这波很强 来搞他们一波 萧姬搞一搞 把这个一搞死吧 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一搞死 一这个突破口 兄弟不要挂闪电 估计他是操作不过来了 根本就在 这肯定是我知道很多玩鲁肃的 就操作不过来了 就找有张牌能点就赶紧先点了 再去想 因为鲁肃要想的比较多 反正琢磨了一下 还是换了一发 然后挂了个闪电 争取一波时间 但是你这五五开了就很不好 你这五五开了后面人都打 泰尔茨有什么好处 因为没必要开五五 五五真的是没必要开 好打不到别人 直接去杀五 也没杀中 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睡一波 行吧 我就感觉好像全是废操作 而且好多副操作 这边决斗 这是什么 鱼吉 好的 鱼吉也是满拼的 决斗没决斗过 人家让自己出来 打这么拼干什么 用的要这么再拼吗 好 这个人其实倒没跳过身份 看他这回合怎么跳身份吧 弃着牌 我以为他不想动 弃着牌 最终还是来顺了咱们 不是咱们的人 外面有独裁 这局真的很难打 然后咱们上家是独裁 还是鱼吉 不知道 继续放南蛮 好的 这里出黑沙 这里不能再卖血了 再卖血一会真的死了 实际上说没有乐了 但是再卖血要死的 好 这边他在屯格换 还比较开心的 咱们这个 你不打 不打咱们就怼死他 这不能客气 你看就因为上回 上回蒙逼了那张K脸 他去拼了一个 手牌最少的人 还没拼过 好吧 好像刘K也拼不过他 但你可以去拼鱼吉 就说不定拼过了 这个都很难讲 这边这个人跑去杀那个 他看过那个人 这是为什么呢 到底是啥兄弟 这独裁独条 还是你的独条 反正刚才肯定是有独裁的 独裁肯定有 他就盯着他一顿打 然后你也是同道中人吗 我猜一刀 这个你看 上下疗骚的就是卫国 他假装我不太会 你选卫国 瞎逼忙倒是挺会的 是不是 他一顿打卫 他对卫国仇恨 这还是比较高的 是不是吴 不知道 有挺大可能是吴 也有可能就是觉得 卫国必须得先搞掉 这么多人搞吴了 他也懒得去搞 也不想成为目标 有可能这么 也有可能这种 这边黄元英 开始肆虐 肆虐 一个南蛮下去了 开始杀卫 卫国的仇恨值就是高 一个卫国又出来了 这两个吴国 他还要去打卫 这个人果然是个卖血的 一直狗着不敢出来 不愧是狗 当然了 如果他们会看毒条去 这个也是个卫 这不用说了 不过我觉得 他们应该是不会看毒条 这个人毒条也不关 还在浪 浪什么浪 再刹一刀 你这个闪电会不会买单 想想 他买单你就亏炸了 亏炸了 还好没买单 还好没买单 也没有张角 好 5号开始喊大吴了 其实通过他这句话 就算不看毒条 我也可以知道他是为 为什么 因为有人去打卫了 蜀国去打卫了 他喊大吴 无非就是想让别人去打卫 不要打卫了 而且这会儿都还快死了 不就是这个信号吗 就算他没有毒条 你也可以通过他这句话 知道他是卫国 对吧 你想 他不是卫国 他喊什么大吴 因为有人愿意杀卫 就杀呗 无所谓 无非就是不想让人杀卫了 好 这边终于忍不住了 忍不住出来 刚了一下 刚了个红桃 继续出来给卫国拉嘲讽 当然这边余迪三个换 三个换 但是没手牌 很容易死于这个游戏 好 这边他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杀了一刀八号 不知道为啥 好 八号这个鼠 我直接晾将了 表示不能忍 也没啥不能忍的 你是怕被批吗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直接出来 直接出来 好 这边 对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鲁大师 根本就没给咱们撸牌 你卖的 你玩的是什么呀 你都不把黄园英雄牌撸过来 对不对 对吧 他也说了 点错了 那你很可能要死了 还能不能活到撸牌 这闪电会炸谁呢 江湖中流传 流传这一句话 炸谁谁是狗 我就不知道了 好 这边 这边他难道觉得是大鼠吗 觉得这个案件是蜀国 所以这个直接去捅了刀魏延 并没有来捅咱们 还是觉得这个黄园 香香快死了 这都不 都有可能怕咱们打他 但是这都不重要 该杀你们一点都不会手软 是不是 没摸到一个大Q还不错啊 两发红杀 红杨 当然他也没有去选择去杀群玉 因为怕群玉 这个一补牌还是挺伤的 他表示韩冰剑 先含了这个墩墩 对吧 这个魏延就没必要含了 魏延能打死就打死 这边直接怒施菜了 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因为三号也有可能是无的 比如是个僵尸的 鬼鬼四岁的 这是有可能的 这边刚一发 直接扔掉 反正出过两张杀了 就没有连弩 一张牌收到连弩 他把孙奔断了 非常瞧得起孙奔 孙奔非常的强 防御力非常十足 并不想让你防御 想让你死 但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呢 目前还尤为可知 这也只必重铸 好 这回他比较安静了 当然我也可以打他 哇 三千胡逼挂的闪电 竟然中奖了 竟然还批了一个人 竟然还把这个人给批死了 这就非常的神奇了 还把一个黄元英给批死了 非常的神奇 特别的神奇 神奇的一匹 夏侯顿还继续藏 继续藏着夏侯远 过河拆桥 然后呢 火攻 好的 想打死这个鲁肃 鲁肃说是个桃子 你并不能工作 你看你 当然他也不敢放弯剑 许玉刚才气牌的时候 气的什么 气傻的吗 要不然你就拆了这个谁的牌 放弯剑 好他这边直接撸掉黄中的牌 表示把黄中直接搞死 OK 没啥问题 当然你在心狠手黑点 可以把三号的撸了 因为三号就算是五 也无所谓的 对吧 当然他也可能怕魏延还有桃 魏延有桃 不过就救黄月鹰了 不可能不救黄月鹰的 可能让黄月鹰懂 不管怎么样 杀掉了魏延 这个案件 如果一会儿出来一个袁绍 那这个游戏就非常的可怕了 真是非常可怕了 借你之手与他一搏吧 好这个人也是一直在出小点 这个人不是吴 这个人能是吴吗 肯定不是吴 这下就很难讲了 关键问题是咱们杀掉魏以后 咱们能不能打得过这个案将呢 咱被断肠了 咱们的笨笨没有了 把他酒拼掉 他最后还真的剩个酒啊 刚才夏侯顿如果放弯件 说不定还收益挺高 双杀 看这人会不会救 救某一个人 不救 不救 要么游戏结束 要么然他资讯跟咱们单挑 好看起来 他资讯跟咱们单挑了 咱们能不能打得过他呢 不知道啊 没办法了 这个局 你这 你这已经这个样子 只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只能后手掌握在人家手里了 这个吕布也是非常的坏啊 哇 吕布话多 那就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了 被人家阴了 这个不匹 一点都不匹袁绍叉 讲道理 这就有点蒙圈了 先打打看吧 不能放弃啊 说不定老天就会给你个机会啊 虽然说确实很难打了 一太子的输出 想打死话图 很难很难 这个勒一定要留着 因为你这时候勒 等于白勒 一点用都没有 我取 这还有顺手 我取 还有过差 我的天 玩个基尔啊 当然他盘序是不对的 应该先开后顺的 拒报勒的希望也没有了 不知道该怎么玩 存存牌吧 这只能存存牌 关键是孙笨没有了 有孙笨也许还有信心 对不对 没有孙笨真的 先拔两拔两 人家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装藤甲 对吧 两个无中还不错 那可以再续一续 因为他有画图 他其实装藤甲也无所谓的 万箭齐发 闪一波 这很难打了 火攻 哇 有火攻有闪电 这两张牌非常好啊 续一续 这时候还是要续一续啊 尽可能 尽可能把它压到凉血 再让它炸了 这样更保证能炸死它 因为回合内不能自救 你要是让它自血炸的 其实没有用的 它一奶又奶回来了 这回合 这回合我觉得可以 手牌 好 囤足了颜色 这就是囤颜色的重要性 刚才是没有红桃的 而且话说大概率会有红桃 囤足了颜色 然后把它打到凉血 它需要两个针桃 如果真的披了 它需要两个针桃才能活 所以呢 即使是老天爷帮你 也要做好准备工作 对不对 啪 老天爷真的帮你了 但是你做不好准备工作 即使老天爷帮你 你也赢不了 你看人家有一个针桃 你不做好准备工作 你的火工浪费了 人家就算三血被劈 人家吃个桃又活过来 你还是咋不动 你还是咋不动 对不对 所以说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当然本局这两发神奇的闪恋 简直神奇 简直亮眼 也是我真没想到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